這次合作的契機是來自二十年前的《黑夜不再來》 因為我覺得這麼難得拍一套電影在二十年前的作品 現在是二十年後的延續編 我覺得這首歌也應該要有這種情感 所以我有一個念頭就是《黑夜不再來》是陳徽揚做的 我也希望這首歌可以找回徽揚和我們做這首歌 這件事是一個延續編 雖然所有故事都不是續集 但是大家有這種概念 所以我不是刻意想 只不過填詞大家都覺得這樣挺好玩 好像是一個延續版 我也覺得好玩 也很適合主題 其實我本身很期待唱電影主題曲 因為我覺得唱主題曲的感覺 和一首流行曲的感覺很不一樣 第一,我拍完一部電影 我有畫面 我可以在唱歌的過程中 好像重新一次再演戲 演一齣戲 是另一種好玩的地方 第二個期待就是徽揚 我跟他很久都沒有合作 對上一次都數不到幾年 我覺得那種火花很有趣 也很期待他的曲 當我收到他的曲 當然是完全沒有失望 我覺得很棒 第一,是合套電影 第二,是令我很感動 很開心可以撮合到這次 可以和他合作 這次的作品出來 所有東西都很滿意 這首歌是很無奈的 那種無奈是 又很想說出來 但是又不敢說 或者不想說 就是很多矛盾在裡面 所以其實在這套戲裡面 這個女主角其實 她很多的場口 或者她和這個男主角的關係 其實就是在這裡爭持著 那個角力 那裡面的畫面 可能是一些比較內心一點的東西 就是很多內心的 沒有說出來 而是這首歌唱出來給大家聽 就是剛才我們錄音的時候 都和徽揚有一種感覺 就是她都看了一部戲 就是她覺得這個女仔 很多東西想說 但是就趁著這首歌 我們可以咆哮出來 我們未必用咆哮這個字 我們可以表達出來 我們可以 可以比一部戲的角色更多